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天气越来越冷了 孩子都爱吃零食 现在吃零食不用出去买了 将你在家自己做 两块钱不到的成本 就可以做一大盘 简单又好吃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先准备一点花生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再把葡萄干清洗一下 洗葡萄干的时候 加上一点点面粉 能够把葡萄干清洗得非常干净 面粉含有很高的吸附性 能够把葡萄干 锅后里边的脏东西 全都带出来 装煎洗两遍 葡萄干 变得非常干净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边少加一点点油 均匀地涂抹在锅底 这会儿先不要开火 把花生米加进来 然后再开小火 用小火慢慢地翻炒 大概炒五分钟左右 花生米就炒熟了 变成这种焦红色 然后把它倒出来 放在一边备用 这会儿再需要准备一把面条 鲜面条 灌面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自己做的手工面 都是可以的 大家在做手工面的时候 可以往里边加入一颗鸡蛋 做出来更好吃一些 锅里边多倒一些油 油热以后 把筷子放进去试一下 冒这种小气泡的时候 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 这个时候把面条直接下进来 把面条加进去以后 快速地给它搅动一下 防止粘到一起 千万要记住 这里用的是中小火 不能用大火 大火容易把面条炸糊 炸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回的面条 变成了这种焦黄色 把它空拥捞出 放在一边备用 如果家里边人特别多的话 可以一次多炸一些面条 家里人少的话 可以少做一些 这回的面条变得非常酥脆 一捏就碎 吃起来也是香香脆脆 特别好吃 把炸好的花生放进保鲜袋里面 再用擀面杖 直接给它擀成花生碎 擀好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面条 面条不烫手的时候 用擀面杖 直接把它捣碎 捣成视频中 这种比较短的面条 方便后边操作 倒好以后 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边少到一点点清水 往里边加入30克左右的冰糖 多炒一会儿 冰糖就会融化 一直炒至视频中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把面条直接加进来 快速地给它翻炒一下 这回炒的时候 虽然不能关火 一定要用大火炒才可以哦 在炒的过程中 也可以把面条用铲子给它压断 让每一个面条都裹上一点糖 然后再把之前准备好的花生 还有葡萄干直接加进来 一起翻炒一分钟左右 出锅以后 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盘子里边 这个盘子一定要记得 提前铺好油纸 不然待会儿不容易拿出来 再用铲子快速地给它按压平整 这一步一定要趁热操作 补烫手的时候 可以给上面铺上一层油纸 然后再用手稍微给它压一压 压得更加紧实一些 压好以后放在一边放凉备用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它就凉透了 炒糖的量可以控制它的软硬程度 糖炒得多的话 炒出来比较硬 吃起来嘎不韧脆 如果糖炒得比较少的话 吃起来就比较松软 像做给老人和孩子吃的话 尽量少放一些糖 吃上更加健康一些 这回表面和底部已经凉透了 这会儿就可以把它通往拿出来了 可以看到它已经凝固成一大块了 这会儿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可以把它切成小块 也可以把它直接掰着吃 吃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 面条制起来特别的酥脆 搭配上花生碎 吃起来更香 再加上葡萄干的香甜 吃起来更加好吃一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花儿厨房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